新书快报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青 做工的人的作者 今天很高兴来到中观 和各位相谈我的书 我是周朝华 这本做工的人 光名字就很特别 我看他的时候 觉得他里面有非常多的 让人有感觉的东西 像是悲情或好笑 甚至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我觉得你的笔下的人 跟我有很大的不同 这当然可能可以扯到 比较严肃的接近 接近义是什么的 可是我想可以先从 这个核心来讲 你到底想怎样 你为什么要写这本 做工的人呢 其实这本书 如果你从我脸书看 就知道说 我从很年轻 就会开始不断的写自己 我们说真的就是 自我发泄文 写来自己看自于人 我那个时候都那么忙 热疗以自慰而已 自嗨自爽的 所以自己看人 自己骂 那就是如此 自嗨自爽这件事情 就凸显了 做工的人跟我们 我们其实平常 也想自嗨自爽 但我们绝对不会这样说 那我知道那个 林立青本身是一个监工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因为监工 他不用自己下去累到 必须要喝药酒 可是他可以看到别人在干嘛 那么谈谈 就是你写这本书 大概是观察了多久 那你大概观察到 哪一些人 是让你感触最深的呢 其实这本书 如果认真来说的话 有没有 就是从写作到交稿 就是从我第一篇书里面 收进去的到最后一篇 大概是两个半月 就把它写完了 但是你如果问我说 这本书的题材 和感触的话 我会说从2006、2007年 我去工地工作开始 那我就一直当监工这个工作 连当兵都在协助管理工程 所以变成我是长期 和这些工地的师傅 相处管理他们 你如果说什么感动 我其实很难给你一个 很具体的说明 但是就是说 我其实是泡在工地 泡了大概10年多一点的时间 是 两个半月写 但是酝酿了很多年 但是一写出来 在量跟值上面 都非常的好 以至于我们最近 我想大家都有注意到 有一本这样的书出现 因为它写的 描写的对象里头 用了很多的故事 而且故事已经有 类似像报道文学那种感受 你让我冒昧的问一下说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能力 写出这样的东西 因为就我对你的了解 就是你应该也不是 专门在练习写作的人 从这个就算爱看书好了 到真的能写书 中间应该有很大的差距 你觉得你怎么会做到这件事呢 我不知道 从以前的话 我会认为说 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我们说十多年前 有一种东西叫无名小战 那无名小战的时候 就是大家会看看漂亮的女生 然后去贴一些歌词 贴一些漂亮的文字 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 我喜欢把自己的感受写成文字 那其他有那个主持人问过我说 我第一篇超过2000字的文字是什么 那我就跟他说是情书 我会发现说那是因为 我会把情绪和经验 整理出来的人家 那我可能是因为那样的过程里面 习惯了这样的模式 所以变成说我会把我的不爽 愤怒 然后哀伤 然后整理成文字 这可能也和我是基督徒有关 我们祷告和替人祷告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习惯 我身边也有基督徒 的确他们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融在一篇 很长的祷告文里头 但是我觉得你的网络出身 可能是一个很有很有趣的点 就是其实不是所有网络写手 都是擅长写这样的东西的 我们在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 讲到任何不管是八家将 或者是大嫂 你描写的每一个人都让我觉得 就是栩栩如生 而且有情感在里头 我想它会让我们很惊艳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甚至我一开始很冒昧 在猜说你是不是有很强大的编辑 在帮你的忙 你的编辑有帮你做一些什么事吗 其实我的编辑都对我很强大的心理建设 就是如果你看我的书里面 我们来讲书里面的内容 有很多篇是我一开始说 这个题目我一直觉得心里想到就很烦 然后一直觉得说我应该要写出来 但是我不敢写的 那里面有几篇我说给大家听 就是其实我交稿之后 有三篇文章是后来才收录的 他挤掉了一些怪手司机啦 然后二手工具的 重新瞧下二手工具市场啦 那三篇分别是走水路 然后半三小吃店 和茶室姐妹 那这三篇各有各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是 我在写半三小吃店的时候 是长级的新工作者 我觉得这种东西写出来 会不会造成歧视 那我的编辑就大幅度的 给我鼓励说你不管三七二十 你就写 写完解给你靠 解给你看 然后写帮你修 然后第二个就是茶室姐妹 那个是在那个万华一带的 中国籍陆籍和粤籍的新工作者 我说我想要拿捏说 他们其实有些靠这个也是可以生活 可是他们有他们的悲情 我怕我写不好 然后他们也说 解给你靠 解给你鼓 他们都挺我嘛 那还有一篇就走水路 那是用到毒品的问题 那我那个时候说这写出来 我会不会被警察抓走 那我的总编主编美编三个编辑 都中我一字说 如果有人的话 我一定保护你到底 然后他们三个让我被鼓励到了 然后才交出来 那我的朋友说 他们其实对我的文字 你如果看脸书上的文字 和出书的文字 其实是有变动的 有一些句子 都要帮我整理和调整 但是其实那个幅度都不太大 就是你如果认真的到网路上 我有点哀伤 有点对买脂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很多篇幅都已经做成书灾了 所以很多的内容 书里面的内容 在网路上是看得到的 是 今天林立钦到我们现场来 为我们介绍他的书 做工的人 也讲讲他怎么写这本书 这本书我觉得有另外一个 动人的地方 我想是你的摄影 你的摄影拍出了很多 很有意思的照片 但那些照片 我觉得背后都有故事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有那种个人 非常帅的工人的样貌 也有一些比较像是 比如说拍你 甚至有一些远景 我觉得可能是摄影 可以独立完成 它都很有味道 谈谈你们的摄影 赖小路 他帮了你什么吗 你们怎么配合的 好不好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说要找摄影师 我一开始最早我是有一点想说 这种东西最好是不要入镜 然后用插图就好 会不会比较好 可是那个时候 我的总编跟我说 因为我的东西 即时性很强 如果可以加入照片的话 会让大家对这些工地的劳工者 会有更强大的 情感投射作用 那我就 感觉他是对的 那我就带了 认识了赖小路 那他又跟我说 他其实是 想要拍他们 有没有 劳动中的样子 于是我花了大概一段时间 跟师傅们沟通说 会有摄影师来拍你们 会有摄影师来拍你们 那他们在第一天拍的时候 全部都不自然 全部因为机器人动作 很僵硬 有没有 很不好意思这样子 那拍到 拍到第二天 第三天的时候 就 我决定要换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你会发现说 有那个 有两个师傅 就是灭火器工厂 和一个水电师傅 是背着那个电线 他们是比较愿意配合 摆姿势拍的 那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我想要他们比较上向 比较愿意摆pose 给他拍 那后来 我没有觉得说 好像 好像这样子 有没有 个人秀的味道 有点重 于是第三次拍的时候 到了工地现场 你会看到有那种 干净模板 很多人的照片 那就是那一个工地里面 我去找一个我同学 他正在管的工地 那拍出来味道又不大一样 那全部都 其实我全部都靠他的 自己去拿 因为我真的不懂摄影 我必须想要 跟大家提的 就是说 我当初没有想过 我那个时候 只是观察说 想要这些师傅 不习惯摄影机 不习惯被看见 只是从这个过程里面 我发现说 等到照片出来 他们会开始 抱怨说 别人拍的比较多 别人的照片比较漂亮 你知道有一组师傅 我后来甚至 请报导者的 那个志伟哥 去帮忙再拍一些 他们摆pose的照片 那这给我一个回馈是 他们是值得被看见 而且从被看见 第一次可能互动 没那么好 第二次他们就会变好 那第三次的时候 就是等到 确实快乐工作人杂志 再跑来工地的时候 他们还会自己 戴上安全帽 拿着卡尺 虽然那个动作 还是很笨拙 可是他们确实已经 认为摄影可以被看见 而且很开心 那是我在这次摄影合作里面 最大的感触 看见跟被看见 这些做工的人 我想我们可以用这句话 做这个据点 因为这个书 我觉得它让我们 常常觉得 那些人可能不存在 他就可能在围离之内 但是我们因为这本书而看见 那非常谢谢林立青 来为我们介绍 你写的这本做工的人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